外景主持人摸黑上山探险报一大袋战利品下山这位外景主持人昨天元旦选择汽车探险 翻设自脸书记者林南谷台北报导电视外景主持人林彦均连续两年没有选择跨年来迎接全新一年而是早早睡去 天还没亮就起身从事最爱的骑车运动电视外景主持人林彦均左跑去一探庐山真面目还碰到部落办运动会 翻设自林彦均脸书昨天2020年元旦林彦均和骑车好友们前去一探庐山真面目我们从有路骑到烂路烂路再骑到没路得以窥见今年又是轰轰烈烈的 这一年妙的是林彦均以为到了绝境结果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到了台湾数一数二身的部落 参与部落运动会林彦均和友人抱回一大袋奖品 翻设自林彦均脸书刚好遇到他们的运动会好像过年一样全村的人都一起跑接力想不到运动会还有抓鸡比赛 喝啤酒大赛林彦均笑说连外地来的他们也被邀请一起参赛 我们得了一大袋奖品回家装载满满的欢乐下山已经加好友了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谢谢 相关新闻女星眼界满满男性生殖器惊吓看完 怎全都这个女星一周进出医院五次随身携带急症保命要买乐视红包商品送line points 包包百分百中奖封街办还台赛台湾南的国际赛事 会被世界看到时尚玩家逼走号角响起他就火便收烂摊 发飙了文来不色变免疫新药纳健保民众占37公分最萌身高差陈大天 林彦均护嗆歌声林彦均嗓音被求向唱而歌带员病毒倒追陈大天 林彦均护嗓音